宁夫人 这门妻是你若认 她便是婚书 你若不认 她便是欠条 君珍珍 收拾你的东西 滚回永南去 我们方家不欢迎你 怎么了 锦绣姐姐 祖母为了你的婚事 都骑出病来了 什么 少在那儿假惺惺地抓好人了 昨晚是不是你去祖母屋里 催着她今天去宁家了 我 我失去了祖 你不用解释 没人想听 为了你这门破婚事 祖母被宁家的那对母女 嘲讽得心口疼 回来差点儿冤过去 你要是还要脸 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 马上滚蛋 你别进去 你还想把总统弃成什么样啊 瞧完了吗 瞧完了赶紧走 别再是阿姨 大夫 如何了 从脉象上来看 老夫人乃是急火攻心所致 祖母是心病 还需要心药来意 宁夫人 坐吧 你们家老太军上屋已经来过了 你来可还是为了此事啊 正是 蓉儿 这婚书不是我不认 只是我们家老太爷从来就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再说了老太爷已经嫁鹤西区 就凭你的一面之词我很难相信 您不知道我不代表他没有 这婚书上明明白白有着老太爷的签字 这总错不了吧 结亲是结亲可不是结仇啊 有的时候做事可不能止凭手段 你纵然一时如愿了 可是你难过的是一辈子 既然如此 那宁夫人打算怎么拿回这封婚书 让我退了这门亲事呢 君小姐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家老太爷从来没提过这事 救命之恩也没提过 宁老太爷不该是这样的人呢 我听闻你们家在这个地方是祖传行义的 想必救过的人不计其数吧 不知这救命之恩得了多少人一身相许呀 君家治病救人 有钱的收钱 没钱的就罢了 这是医者的本分 但是被救治的人 有钱的给钱这是本分 没钱的给尊重 这也是本分 是 该给钱的给钱 该收钱的收钱 可是人家子女的婚姻大事 这可不是你要挟的仇吗 这可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命 可宁老太爷没给钱 你胡说 我祖父才不是这样的人 当初宁老太爷说回家拿钱 但是我祖父再三不肯 但是宁老太爷又挨不住面子 不想欠人情 于是当下定下这门亲事 宁夫人 这门亲事你若认 它便是婚书 你若不认 它便是欠条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给了这治病救人的钱 这婚书便收回去 大家两步相欠 母亲 母亲 把钱给她 打发她 让她快滚 好了 你出去吧 母亲 出去 当初宁家花钱买下功名 摆脱了这贱民之命 那如今花钱买下这婚书 摆脱贱民之命 不是一个道理 你 况且两千两足矣 君小姐算得够清楚啊 夫人谬赞了 这生意何算 去 拿两千两来 慢着 两千两是刚才的价 现在变了 五千两